余數的意思 求余數 比如說這個 這個裡面我們儲存個裡面的詞 MOD7 如果余數等於0的話 特別說 如果余數等於0那表示什麼 表示說 整除 對不對 另外的話AND第2條件是 裡面不能等於0 因為如果等於0的話 最後結果也是 也是0 所以0 就不是7的 能夠7整除 所以 去掉 就是 第一個能夠被整除 AND 第二個是 不等於 這個叫不等於 不等於0 這兩個條件 都要成立的話 那中間我加上什麼 加上AND連期 第一個是 能夠被A整除 A的話是 這個使用者輸入的 第二個是 不等於0 接下來都要做什麼事呢 接下來就是說 我要把裡面的 裡面的什麼 裡面的詞 就是第一個 把它做slate 這個slate之後的話有個slation 那其實你可以用錄製的 如果你不知道哪一種格式的話 你可以用聚集錄製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要什麼 要白色的字 紅色的底 那其實這個底下 這兩行 是用錄製就可以知道了 然後呢 它的顏色就是 selection 點什麼呢 點font 就是字形 點color 後面叫rgb rgb是